有個貼文 說加拿大的杜魯多 對美國總統 英國的首相和法國的總統說話 說準備指責印度在加拿大的土地上 暗殺了一個cheat leader 當然 印度不會承認 但無論如何這件事 怎樣都會對西方和印度之間的關係有些衝擊 到底什麼事 我和大家解決 來自這裏 Super Brothers 印度和加拿大之間 有關於一個嫌疑的暗殺行為 先看看背景 無論如何 印度作為一個非常多不同幫 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勢力 亦有不同的階層 印度階級非常之厲害 當然有很多反對派 其中有一個反對派的領袖 走了去加拿大 在加拿大外面 所以繼續鼓吹要印度一些政治上的改變 印度指責這個人在印度裏面搞恐怖主義 因此要求加拿大把這個人引渡回印度受審 加拿大說這是他們的政治權利 不可以引渡 引渡要求把這個人引渡回印度受審 這個人死了 於是發生正話的事 加拿大指責印度找人暗殺這個人 印度自然反對 沒有 我沒有做這件事 所以現在這件事件到底會怎樣發展下去 我們就唯有繼續看下去 一直以來有很多傳說 包括印度騎場想著站在西方那邊 嘗試一變跟俄羅斯做好關係 但得對利益 另一方面也希望得到西方的幫助 騎場派 對於中國來說 這是印度的一次大饑荒 當時被英國的首相把糧食運走 所以導致大量死亡 另一段歷史 這裏 大家見到 有用事就很好 沒有用事都可以打背脊 這是西方政治 這裏有人傳說 為何 阿朱利亞 沒有辦法加入金磚國家行列 因為印度投了否決權 所以這裏是幫法國做的 我只知道法國在阿朱利亞區 在這些法國前殖民地 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絕對不希望自己的前殖民地 加入金磚國家 脫離它的控制範圍 所以這裏有理由解釋 為何法國不希望阿朱利亞加入金磚國家 要加入金磚國家 要得到所有國家的同意 因此印度一票否決 阿朱利亞無法加入 換句話說 莫迪幫法國做了些事 但相反地 當印度要求加拿大 印度這個 他認為是恐怖分子的人物 回去受不受 時 加拿大利用 這是政治訴求 他有他自己的政治人權 拒絕了 現在那個人死了 引致這些事件 所以國際政治上 在西方來說 沒有永遠的敵人 也沒有永遠的朋友 只有永遠的利益 在這個情況之下 自然是從林政策 其實更加應該做的是 我們要緊守我們的言行 以信用為主要的工具 維持國際體系 但是現在西方 信用是完全不重要的 拳頭最大 何時可以改造呢 唯有希望 可以當中國強大的時候 這件事可以早些實現